纽约市立大学的学生们即将在周日出发前往波多黎各 协助当地居民重建家园 纽约市立大学校长表示 尽管一年多过去了 波多黎各许多地方还没有从灾害中恢复 纽约市立大学将与合作机构一起成立四个小组 派遣20位学生到当地帮忙 罗德里格兹曾经参与波多黎各灾害重建工作 使用铁皮或木头帮忙修补屋顶 另一位参与项目的学生经历过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 对于灾害后重建工作有一定的了解 他表示这些经验让他更富有同情心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奥利夫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